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来自西藏的西藏旅游达人 那就是我们的Carol 孟辰小姐 你好 你叫Carol 我是从拉萨来的 我在西藏做了16年旅行 旅行行业 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的经验 那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西藏旅游常问的问题 我们首先明确要什么叫高反 所有的高原反应都是缺氧反应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你来了西藏以后 你觉得自己很不舒服高反 那我们就带你去西藏 那么这个氧气很难找嘛 不是的 氧气在西藏所有的地方都有 酒店里有 车上有 西藏有一种药叫高原胺 那么它的主要成分是西藏参 所以其实你如果买这个西藏参就可以了 葡萄糖是补充体力最快的一种东西 所以其实呢 就是大家来之前 你们可以买点葡萄糖 你们也可以就是到了西藏再买 一定要停一下运动至少两个礼拜 我们人体产生高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您是因为肺活量才大 当你肺活量减小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那么多氧气 你自然你就不高反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 5月和9月是国际通认的 珠穆朗马通的登山节 所以应该来讲 5月和9月是最好的季节 心脏疾病有很多种类似的 比如搭桥 搭桥的客人来得非常多 因为它一旦搭桥了 述通这其实不是大问题 但是我们怕有一些就是人 并不了解自己实际的情况 我们还是建议他问一下医生比较好 现在洗手间很干净 很多洗手间是用泡沫掩埋的 洗手间是到处都有的 不用担心这种 西藏有很多素食馆 因为本身西藏呢 它是一个藏族地区 就是信仰藏牌佛教的 因此西藏的素食馆是很多的 年纪大的人几乎是不高反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呢 他们身体其实对国家比较小的 相对来讲 年长的人是不容易高反的 我们首先在车上是有五个氧气瓶 这个钢银里面是压力氧 这个压力氧就是它跟医院的氧气是一样的 它的效果特别的好 首先防线霜要戴 因为毕竟有这个UV的紫外线很强 当然到高原你就更加要戴 第二个呢 要准备个墨镜 还戴个帽子 是的 我们发现街上 基本上就是50米 就有一个港区 这港区里面有警察 整个拉萨市的这个CCTV是在路 路上 它是不特别真的不安全 它是2006年7月1号开通的 它的全长是1956公里 它是从西宁经过格尔罗到拉萨的 然后从拉萨到哥尔梦到西宁再到成都 它通常来说呢 就是给外面提供的是四人吧 软卧是最好的设施 它这个房间是有门可以锁的 这个软卧车厢隔壁就是餐车 整个这个车厢的后面会有一个洗手间 全程它是密封式供养 所以它在火车上本身 大家不用特别担心缺氧的问题 那今天呢 谢谢我们的Carol小姐呢 为我们利益解答自己的货 希望大家呢 可以了解更多 而且并分享 订阅跟按赞哦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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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